好了,我们继续 之前我们讲了本地分享的实现逻辑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第三方平台的分享 第三方平台分享有两种形式 单做分享和提成分享 我们先来讲单做分享 在这里我把新浪微博作为一个讲解的事例 来讲解第三方的单做分享 首先我们需要去后台申请一下应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文道 选择移动应用 在这里我们校载它的SDK 这里面不只有SDK 而且还有一些开发文档 以及我们接下来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点击校载 把文件校载下来 这里我已经校载好了 我就不再继续校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档都给我们提供了老些东西 实际上它的文档写的挺详细的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文档来一步一步的申请并且配置移动应用 首先申请应用程序的程序的程序 选择创建于叫移动应用 应用的地址的话 这里我们随便配置移动 注意这里的应用地址不是指APK的校载地址 而是指APK的校载页的地址 好了 应用创建成功之后 我们这里就已经可以创到APP3了 接下来 它提示我们要配置应用程序的包名 以及程序的签名 包名就是我们的程序的包名 我们直接把我们之前的应用的包名 草备到后台里面 签名的话是通过专方提供了签名中具生产的 实际上就是appsiglatches.appk 在这里我已经把它装到我们的模拟器上 我这里来演示一下 生成好签名之后 我们把它配置到管理后台 然后需要配置它的校载地址 这里就是校载地址 和之前我们申请的时候的校载地址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应用简介 用简介我们这里先随便写一下 道交在实际的项目应用中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填写 保存以上的信息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在我们的工程里面来集成它的sdk 把叫文件抄备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这里其实它有两种集成方式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所使用的 直接使用它的叫文件 另外一种是使用它给我们提供的sdk工程 它是一个laborate 是一个语言工程 然后我们来配置一下应用所需要的权限 接着来进行认证授权的操作 授权我们有两种授权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webview来进行web授权 另外一种是通过客户端进行ssl授权 我们先来看一下web授权 在这里我们把appt以及vdget url或scop分别配置到我们的应用当中 我这里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创存件 我们把我们的appt查备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所以我们我们把 appt要看 3公国的usdget url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明 他是指授权回带列对移动端 来说是不可见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随便订一个都行 但是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会导致认证失败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调页 部分的回调页 这一个回调页 我们还需要到我们的应用的高级信息里面去配置一下 在这里授权设置 注意在后台和我们的APP中配置的两个回调页一定要一致 要不然授权会失败 Strop实际上是指我们的应用所具有的权限 在这里我们也使用Tombone的权限就行 好了 我们的应用的简单配置就完成了